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结语二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钻 第818节 你站在九天之上,电闪雷鸣的劈劈云彩,劈劈那些长得太高的树可以,但是你不能站在平地上,近距离的把雷电劈在我家的猪身上 这样呢,就会引起不满的,在未来的年月里,我们主要的政务就是内政,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发展民生,开发江南,修筑道路,整体开启民治 诸军可赞同啊 同意 既然要做事,我们从现在起就要做好准备了,开始为我们时代做好奠基,并且为之做好牺牲的准备 诸军可赞同啊 同意 不同意 五个人把目光盯在了那个说不同意的人身上,那也就是盯在了云叶的身上 不同意 云叶再一次申明了自己的想法 别这么看我 做事可以 但是休想让我把命也搭在里面 我爱这个国家 也爱你们 但是性命不改,绝对不改,这和信仰无关,和气节无关,也和胆量无关 云叶出生入死的作战,云叶出生入死的禁建 其实啊,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保存性命的情况下才去做的 我不会把性命交给自己的理想,也不会把性命交给一些伟大的口号 能让我彻底交出性命的只有妻儿老小 说实话,我已经对朝堂厌倦到了极点 如果不是因为城前你还没有登基,我早就跑得远远的了 相比在朝堂里整天面对公文 更喜欢去大海边捉住旁去 天地里种种麦子 和香农靠的墙根吹牛皮,也比听那些勾心斗角的话舒坦 所以啊,在你们打算彻底的结成利益同盟的时候,不要把我算进去 我将来注定是要回家种地的 而且对你们还有一个警告 不要轻易结盟 否则到时候,痛苦的只会是你们 你们不知道利益的力量有多大 他有时候会习习卷着你去做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城前,别解党 只要你开了这个先例,马上就会有人效仿 因为能对付党派的只有另一个党派 只要起了党争 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时候 那时候你就什么事都不必做了 因为你的敌人就是你的臣子 就是你的兄弟 这样的敌人可比什么大义人吐蕃人强大的太多了 到时候你们如何自处啊 只要杀兄弟杀臣子的第一刀砍了下去 日后啊,你将有无数次挥刀的机会 所以啊,我不加入 我去放马都不加入 说句杀千刀的话 你父亲就是因为有了天侧府 才会有那些让他痛彻心扉的往事 人者无敌 以前我根本就看不起这些臣府的书本里的废话 但是现在我发现 真正愚蕃无知的人就是我 云叶说完这些话呢 找了一个舒服的地方 仰面朝天的躺在稻草上 把自己的双腿放在了阳光里晒着 这样能起到泡脚的作用 里程前面色不变 继续问道 我们从现在起就要做好准备 开始为我们的时代做好奠基 并且为之做好牺牲的准备 朱军可赞同啊 同意 这一次呢 没有了杂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诉求 云家的诉求就是与事无争 但是其余的人不行啊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让他们把自己的利益和里程前的利益挂钩的 都是成年人 这里的每一个人的意志都坚强无比 根本就不会因为谁的几句话 就改变自己的想法 云叶也不指望自己的这几句话呢 能够改变谁的主意 只是作为兄弟 如果不说实话 将来一定会非常的后悔 云家的权势和底蕴已经打成 要求太多 只会带来灾难 激流永退 未知之机 剩下的事情 就是他们五个在商量了 虽然他们在节力的大声说话 想让云叶听见 但是云叶却充耳不闻 太阳晒得舒服 不一会儿就想起了憨声 他们五个人现在就像是连体人 自从六个人挤到了一个牢房之后 他们的早晨锻炼的时候都会交谈 中午吃饭的时候也会交谈 晚上熄灯之后呢 还会交谈 一个个的连骑马的保密意识都没有 当这云叶的面就开始规划 最坏的结果出现后 自己如何应对 就在云叶忍无可忍 准备让狱祖把自己一个人 关到一些牢房的时候 大牢里面终于来人了 宗正卿那张死人脸呢 皮笑肉不笑的宣读了皇帝的旨意 也就是最终的处罚决定 里程前的千人的卫队减少到三百人 李太的亲王俸禄被罚没了三年 云叶的兵部尚书和蓝田侯的陆敏也被罚没了三年 不过自己好像也没领过几年大堂的俸禄 乌兹拉叉的回到家里 每个老婆都扑上来哭了一鼻子 这让他有点后悔娶这么多老婆了 痛快的在小苗和铃铛的伺候下呀 洗了一个澡 洗的时间有点长 好像还干了点别的 所以当他躺在躺椅上 等着新月拿剃刀给自己修面的时候 看见明晃晃的剃刀啊 有点担心 新月到底没有谋杀亲夫 手底下干净利落的帮着丈夫修完了脸 然后苦着脸对云聂说 夫君呢 这一回又是怎么一回事啊 您是大半夜的被红领及时寒走的 怎么就会跑到皇宫里抢女人去了 还死伤了一片 切身把您带去的护卫数了三遍 也没见少了谁 前些日子您心情不好 切身不敢问 现在云各日出了 您总要告诉切身呢 十几天没沾女人 虽然刚才的活动量有点大 但是云聂一看到新月滴滴的领口 还是忍不住把手探了进去 别问了 你只要知道这一次的事情很凶险 皇帝差点完蛋 太子差点完蛋就行了 至于我背着一个臭名声 这是好事 至少对你来说是好事 一个见不得美女的银棍 谁家的女子见了你夫君 赶不躲着走啊 皇宫里啊 那都能塞到包天的抢人 换到外面 还不得就地正法呀 新月红着面孔拍打了一下 云叶在他胸口乱动的手术 老夫老妻的 谁不知道谁呀 有本事 你现在就将切身就地正法 给我看看 刚才已经正法了两个了 切身只担心 你这个贵子手啊 会厚礼不济 这就怒了 这话只要是个男人 他就不能忍啊 打横将新月抱了起来 踹开卧室的门 就走了进去 嗯 大清早的不起床 这腰骨只要一动他呢 就会咔咔的响 妾身们捂着嘴 偷偷地笑 云叶却在暗自庆幸 幸好啊 纳尔木去了三元县 接收了云家的新装子 要不然这一条老命 可就交代在这里了 俸禄被伐没了 但是长孙 却把三元县的一处 专门产倒霉的装子 给了云家大小姐 说是给闺女添嫁妆 所以那一大一小 两个小财迷 见到云叶平安回来之后 亲密了一阵子 就套上马车 直接去了三元县 看自己的财产 小苗手上有劲 按摩起来最是舒服 被他从头到脚的 按摩了一遍 云叶立刻就感觉到 自己啊精神焕发 不过小苗在按脚底板的时候 那可能是哪里不对 云叶的目光 又习惯性的从小苗 张开的领口看了下去 没看几眼的 就被新月一巴人给打醒了 昨天您回来高兴 胡闹一天也就是了 怎么现在还是这副死德行啊 你要不要命了 小苗咯咯的笑着说 姐姐 刚才我给夫君按了足心 催动了肾气 所以才会变得色眯眯的 可好玩了 刚才夫君呢 一直往我的领口里看呢 新月骂了句死丫头 转手就给小苗里巴掌 然后才对云叶说 夫君呢 您的一个学生会在门口求见呢 云叶笑脸一瞬间就没了 对新月说 你让管家出去说 我从来没有教过自己的学生 这个世界上有什么长生不老之术 所以从今后 他不再是我的学生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新月见夫君的脸色很差 点点头就出去了 小苗把身子坐到云叶的腿上 小声的问 谁呀 王玄策 一个有着很高才华的人 一个能独自灭掉一个国家的人 也是一个能说服刚刚大败而还的松战干部 借给他兵的人 那您为何这样不待见他呀 因为那个人的心坏了 既然他的心坏了 这个人也就废了 即使有天大的才华也不能再用了 不择手段的聪明人 用起来非常的危险 小苗懵懂的点点头 将自己的领口稍稍的拉开 小声的对云叶说 您看看 是不是变大了一些呀 王玄策听闻老钱的传话 沮丧的朝云家大门拜了一拜 然后起身 他还有很远的路要赶 此去前中道的延州 不知何时才能够回来 十五天的时间 对于生活极度丰富多彩的长安人来说 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太子 魏王 云叶 争女人打破头的事情 已经没人提起了 至于死了多少人 谁知道 但是大家对那个投缘自尽的美女 确实浮想连篇 这得美丽到何种程度才能让长安城里最大的三个顽固打得头破血流 其中最兴奋的就要数那些青楼里的老宝子们了 书院的学生啊 是不介意在课业时间写点东西挣些钱的 更何况自己写的东西还能配上曲子在歌剧院演出 这实在是太让人兴奋了 什么 这是 关系到太子 魏王 还有自己的老师 有什么关系 书院里没规定不许传这些事情 越是大人物造成的影响就越坏 书院弟子必须执笔直书 彻底揭露凶贵们腐朽和无耻的生活 于是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出现了十几种真相 其中最让长安百姓称道的是一个无忧子的家伙 写了一部叫做《离恨天》的剧本 大戏上演之日 云叶特意去看了 结果差点没被气死 新月他们也被气的是当场就要将剧院给烧了 云也不要了 舞台上的李承前和李泰都是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 只是爱慕的那个叫做咱娘的女子 开始的手段并不激烈 只是当大胖子云叶画着花脸带着恶奴上场的时候 整部戏的场景才被推到高潮 大胖子云叶仗着自己被皇帝宠爱 抢先从皇帝那里要来了咱娘 并且呢对着李承前和李泰百番炫耀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云叶转过身问李泰 这剧本谁写的够砍头了 李泰和西巴蒂亚看得津津有味 不耐烦的回答说 啥不了 是上官仪写的 我爹也看过 我娘还说好来着 哎 看戏看戏 下回啊 该找个更加鹦鹉的人来演我比较好 这一个这一看就是一身的脂粉器 虽说改了名字 换了时代 可是你他娘的倒是把场景换一下好一点吧 皇宫里肯定不行啊 但是用云家装作的圆景 那也不合适吧 七残惨 奴家束手无策 冷清清四海皆孤寂 闹哄哄 一场披影戏 可怜红颜 自薄命 一场断肠曲 一首离婚歌 把一个美人 彷徨无忌的场景 描绘得让人 潸然泪下 皇帝说到底是被愚弄了 那个和尚现在成了什么 云也不知道 只是觉得成为飞灰的可能性很大 太子 李太 还有自己三个 都被揍得如此之惨 那个和尚 一旦成为李二泄愤的目标 那就可想而知的 光天化日之下 杀一个所谓的高僧 那不合适 更何况 在一开始 李二自己说 班僧乃是绝世高人来着 这时候再杀 就显得自己很蠢 十五天期限到来的时候 云也还打算和那个藩僧 争论一番 重新宣扬一下自己的正面形象 但是这事好像没人提起 上了一回早朝 发现朝堂上一片平静 李二闭口不谈藩僧的事情 房学龄这样好激情的人呢 也好像是忘了这回事 长孙无忌只是大谈 要将东京搬迁到卓州的必要性 因为他的老家赵州 就在卓州附近 大家都想赶快把这事啊 给糊弄过去 只要皇帝不提 大家也是乐得装聋作哑 好不容易等到了 三娘将一匹白灵 很熟练的抛上梁柱 把自己挂在上面的时候 新月的一张脸 就已经变成青紫色的了 小苗的手上 甚至抓着一截的椅子扶手 那块木头 被他生生的扯了下来 新月的眼睛里 吴某光芒 咬牙切齿的说 他喜欢挂 就让他挂个够 一天不挂十次 就不算挂 老钱 去把那个剂子买下来 今天回去 就挂到房梁上 告命夫人发话了 老钱摩拳擦掌的 带着几个人就去了 他也觉得 不弄死 这个败坏侯爷名声的 剑壁 实在对不起自己 西帕迪亚惊讶的 看着新月说 他就是一个演戏的 你挂他干什么呀 新月冷冷的道 演戏 就该好好的演戏 拿我云家当排场 本身就是找死 挂一个不解恨 老赵 告诉老钱 能买的 都给我买下来 云家的房梁多 挂一个 看起来太孤单了 李泰笑着对云爷说 嘿嘿 这下好了 演戏演得连命都没了 嫂嫂的怨气深重啊 不知道上官仪怎么对付啊 云爷笑道 死不了人 你嫂嫂也是个聪明人 大闹一场可以 但是杀人这种事啊 他不会做的 不过那些人 恐怕呀 是要被你嫂嫂挂几天 消消气才成 这样也好 风气要是不杀一杀 谁知道以后 会出现什么样的留言呢 云家 宁肯被人当成恶霸 也不能被人当成软蛋 上官仪这些人 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如果是书院的学生 或者百姓写的 你嫂嫂啊 一定会看得很开心 更不会往心里去的 百姓们胡走两句 谁会当真的 但是一旦这东西出自官员之手 那就不简单了 听说他们还拿去请陛下和娘娘看了 这就说明这是有目的的 说不定人家正等着你嫂嫂这么干呢 好把事情给闹大了 所以我也很好奇 想看看他们到底能把事情闹到多大 我大哥成了好色之徒 我成了好色之徒 你倒是聪明 现在要改换门庭 当恶霸了 这主意不错 我那些弟弟啊 真是不知所谓 清流的一个剧本 棘手师父就能改变大事 你现在倒是好心 我大哥本来打算等他们闹到高潮的时候 一网打尽的 被你这么一搅和 说不定就有几个缩回去的 你也要打击百姓说话的权利吗 西巴蒂亚怒气冲冲的盯着李泰坎 这是私人恩怨 怎么和老百姓扯上关系了 好些事情你不明白 不要随便说话 可是他们是戏子 那也是被利用的戏子 就像凶手里的刀子 西巴蒂亚不再说话了 但是脸上的悲悯之意 却无论如何都掩饰不住 就在自己的故乡 自己因为学术的关系 被人家草率的定为异端 他甚至做好了和狮子搏斗的准备 被自己的信徒簇拥着 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 被接纳 被尊敬 这让他已经把这片土地当成了自己学术的故乡 在他看来 这是一个完美到极致的国度 有睿智的君王 有聪慧的大臣 有好学的学生 还有淳朴的百姓 这里没有斗兽场 这里没有火星度 这里的宗教只会教人们如何善良 所以他不能容忍这片国度有任何的瑕疵 李泰看得有些不忍了 沃鲁西帕迪亚的手小声的说 我只想让你看到这世界光明的一面 不想让你看到它黑暗的部分 你躲在我帮你构建的光明世界里 安心做学问 不要感到难过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